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就像这个可爱的猫咪一样优雅又美丽 她就是在电影《宠爱》当中饰演的安音 同样也是亲爱的客栈当中的暖心管家 看青子 欢迎 大家好 我是可爱阿姨 看青子 今天现场就是因为和电影有关 布置这么多好猫有关的元素 那你能先自己介绍一下这个电影《宠爱》 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的电影就是讲述了六段跟宠物有关系的 非常温暖的暖心的一些故事 如果你想要被宠爱的话 一定要靠我们的电影《宠爱》 这句话感觉应该是留到最后的时候来谈理 没关系 我可以多说几次也没有问题 如果你想要被宠爱的话 一定要靠我们的电影《宠爱》 靠我们的电影《宠爱》 不停地重复 对 不停地重复 因为这个电影将会在12月31号上映 那现在我们就现场突击 请看青子联系一下圈内好友 或者是剧组的其他的主演朋友们 看看谁现在有空 好的 只要能够接通 并且和我们连线安利一下 我们节目组就会送给大家20张票 20张怎么够 比如你打通10位 我们200张 你要再打通多一点 这种包场了 好的 来吧 快 来 就通讯录联系一下 来 开始了 最新的作品《宠爱》哪一位 不接啊 我跟你讲 对面传来一个 不好意思 对方忙 对方忙 来 请问这位是谁这位朋友 这位朋友是张若云同学 他在忙 我现在可以降低一点这个要求 因为说实话呢 这个电话连线采访 我感觉是十年前的传统电视节目 对啊 对啊 发微信 他微信一个语音宣传过来 这个太难了 比如说那个 韦婷哥 我们要听一下您的语音 老师准备好给特写啊这边 天呐 我的人缘这么差吗 找师傅蕾蕾在吗 她今天来了吗 她 她太 她太 那样同组的 紫峰妹妹 紫珊姐 郭麒麟 妹妹妹 你必须跟我回一个 宣传我们电影的一段话 我才可以过了这一关 太难了 此刻非常的紧张 一会儿再发一个 哎 妹妹你怎么还不回我消息 对方也开启好友验证 那你要不要再考虑就是 微信那一条 微信那一条 我只要听到一个微信语音 我们我们家十张 天呐 我太难了 我太难了 好听 最近我要力很大 我突然想朋友圈 举手 请问谁在北京哪位圈里号 给我发一条语音 就可以获得20张电影票 反正你要打个视频电话的话 我四人在家十张 等我一下 怎么 你是要开始动用 关系圈了这是 对 黄老师 我在采访 甜蜜的任务采访 快 亲爱的们 你们现在谁闲着呢 现在有一个环节 连线一个好朋友 帮我宣传一下我的电影 我就可以得到20张票 你快点帮我发个语音 帮我宣传一下 太难了 哎 先别说话 我跟你说我在采访 看到我了吗 我跟你说师傅 我跟你讲我太难了 节目组毕竟我要给我们的演员打视频 然后他们就电影包场 我是第一个街道的吗 当然你是第一个街道的 亲子都快哭了 都在采访 对 因为大家都在采访 对对对 真的是我太难了师傅 正晚我们让蕾蕾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可以可以 来喽 三招一 走听 哈喽 蕾蕾 哈喽 哈喽 我是吴蕾蕾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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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跟芒果TV的观众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还有这下 不好意思啊 芒果TV的朋友也好 这下了没点朋友们 不好意思打扰了 互相联系 互相联系 互相支持 互相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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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是突击防问 因为那边 因为我们能联系上已经很无错了 我觉得我等一下我要被我师父吐槽了 你怎么不先跟我说 哎 哎接了接了 喂 谭老师 看老师 哎我跟你说我现在在公放 今天呢我们要好好宣传一下我们的电影 然后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老师啊您可以先说那些不该说的事 然后我们再说电影 不着急 请我们别聊电影了 聊聊聊私密的 就是那种能上什么八卦爆料那种 没事你说吧 你说吧 你想说什么你说吧 给你一次机会 我先说 嗯 好 我认为 看金子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演员 哎呦 他非常认真 哎呦 阻力对其他 对手演员非常的好 老师你知道吗 您说这段话的时候信号都砍了 哈哈哈哈 这笑的太假了 谭老师 我现在我现在来点真的真的啊 真心情的啊 其实真的说实话 他在组里还真是对我特别好 我在组里发胖全是因为他 他也不知道他从哪个 从学来的坏毛病的规矩啊 就就是 一定要给对手演员 最好吃的 我这是优点呀 这怎么能有坏毛病呢 这看似是优点 实则就是让我胖 你知道吗 每天他就点海鲜 每天就各种各种吃 我都已经吃不下了 他还要我吃 想要看看谭老师在这店里有多胖 就要看《宠爱》对不对 最后三句话的宣传语了 这有三句了 那加爆料的话另算 一会儿我看你的肥猛 啥时候给我点 我给你转 我给你转 这个《宠爱》这个电影啊 我认为是非常非常短型 非常治愈的一个电影 然后我跟谭老师这种CP呢 一定会让你们找到你们生活中的共病啊 希望大家在这个跨年的时候都能带着自己心爱的他 一起走到电影院看《宠爱》 哇哦 谭老师你说的太好了 优秀 好累谭老师 再来一会儿见啊 拜拜 嗯 看看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人 啊 今天今天 因为一会儿你们还是要一块去做宣传对不对 看看谁还能联系到的 有的有的有的 张若云老师回信了 说那个他在拍戏 真的 哎呀 回了一个啊 我看金子看阿姨的电影《宠爱》 大麦大麦 对 这是彭冠英 好 再听一遍啊 我看金子看阿姨的电影《宠爱》 大麦大麦 真的 这个是真的是营业 你知道吗 这 要发一个感谢师哥 感谢师哥 感谢师哥 不过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大家一起来支持新的电影《宠爱》 我们就也是在这里特别感谢一下蕾蕾和紫峰 还有彭师哥 还有谭老师 对对对 还有送来祝福 以及我们努力联系的所有朋友 在这里感谢一下大家对于我们这次节目的支持 也感谢大家来支持这部电影 好吧 在这里介绍一下2020年有哪些工作安排 和自己的生活计划也可以 2022年的工作安排和生活计划就是谈恋爱 这个谈恋爱的语气完全不是美好的向往 是有点点 稀酸 就是 对对对 要脱单 脱单 第一重要的事情脱单 然后很想尝试一下 寸头去演一个片子 如果有这样的角色 希望大家可以想到卡阿姨 现在一定要对自己狠一点 那这次在电影当中 你自己六个故事里面 你是演的是哪一个环节 或者你自己的故事和你的人物是什么样子 我自己演的就是跟谭老师谭天次 我们俩演的跟猫咪有关系的这一段 然后我演的是一个非常有洁癖的那么一个女生 很怕猫 因为会羊虫物的话 有洁癖会怕脏嘛 那后面有转变吗 比如说在电影当中 为了爱情 我愿意改变自己去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 这次电影好像是首次跟徐征老师合作吗 这次合作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她 就给人一种 怎么讲 非常暖心 她又是像 生活当中像老师一样 会给你讲很多演戏方面的道理 她是会一个 会帮助你成长的那么一个人生导师吧 对她是有个人崇拜情节在里边的 徐徐老师听了 应该很开心 对 我的恩师 我们继续说回这个电影当中 你的另外一位重要搭档 就是那个猫咪 真实的拍电影过程当中 和一个猫合作 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这个猫真的是我见过 最大牌的演员 有多大牌 大牌到什么程度 非常安静的情况 她才可以上场 私下里不可以碰她 不可以跟她接触 最舒适最好的一个休息区 就是我们的宠物休息区 她的工作时间是每天最短的 而且她有替身 她有替身 我的天哪 大看能非常的多 这部戏那真的是大咖云集 而且 对 对 是公然的 刷搭牌 加个引号的刷搭牌 继续说回来 我们抛开猫 我们说一说人 就你刚刚说的六个故事当中 这个感情 谁先 主动的一方 或者是谁先 意识到自己的感情 当中 其实我们俩是同时的 哦 对 就为了认识对方 彼此努力 都很默默地在努力的那种 我会每天就是 在电梯口等她 就刚好她来的时候 刚好按下电梯打开 对 就很有心机 那么一个女生 对 哦 就这种真的很 对 就是有很少女 你知道吗 所以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有遇到喜欢的人 嗯 一定要费点小心思 对 就是你对待感情 会是这个样子吗 是这种 呃 就会设置这种 相处的方式还是顺其自然一些 我生活当中还是 嗯 还是挺被动的 就非常非常被动的那种 就是你是要等对方来 对对对对 所以至今单身你知道吗 就是挺难的 尤其你也懂得上了年纪更不好找 上了年纪更不好找 你很少女 不允许你这样说自己 最近热播的亲爱的客栈 评价一下 这一次亲爱的客栈当中 其他的几位成员 给你咱来的感受是什么样子 哎呀 从哪一位开始你先说 有没有看节目 就知道有谁 我们就先从老板 啊你看 先把最严重的放在前面 最重要的先放在前面 老板就是挺好的 然后但这一季 我就进去的时候 都会有点惊呆了 因为真的是非常的严厉 就跟之前的涛姐 完全不一样了 嗯 身份不一样了 对 因为她的责任 其实更重要 对责任挺重大 因为其实 当一个老板对你严厉 是希望你进步 当她完全不管你的时候 什么已经对你放弃了 嗯 其实也很辛苦 陶姐 接下来说一下你的师父 我的师父啊 磊哥我真的是 嗯 我非常的佩服他 他体力非常的好 他可以 每天扛那个大搂子 去爬到长城上 带客人那个什么 他那种 亢奋的那种 那种 那种激情 对工作的热情啊 就是女人 他永远都是 提着两代米 在跑的人 明白 就是 全程打机械 就是我太佩服了 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太多东西了 所以我拜他为师嘛 我希望他的这种热情和剧情 可以带动我 是令我挺伤心的一件事情 我在客战里说 我说 小马哥 我追你你会同意吗 我追你 我追你 我追你你会同意吗 小马哥 我要追你 你会同意吗 你太闹腾了 他说 不 你太刮躁了 嗨 当时万箭穿新 这么不受欢迎 不受待见吗 这 那其他的和几位姐妹们相处如何 哎呀 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 然后我会 我会跟兰迪 我们俩就是在房间里放很嗨的音乐 嗯 对 然后给他弄灯光 你知道吗 他的脚灯 一种在舞台上的感觉 我就直接开关开关 这样的 我们俩都每天都很吵 我们俩真的每天都很吵 就真的像大学生活那种小姐妹啊 虽然我们俩差了10岁 但是我们俩完全没有任何的代沟 干嘛一定要把这个具体数字给说出来 对 无所谓 没关系 因为这不是第一次去的 上一季的时候也去过 这两次去之后有什么样的 感觉不同的地方 感觉非常不同 就其实我们的游戏规则变了 我这一季就完全是非常直肠 我们去之前都是不知道什么样的游戏规则 也不知道去哪里 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就非常的真人秀你知道吗 然后去的时候我就懵了 因为我最开始还抱着度假的心态去的 然后没想到去了以后 变成了一个职场废拆 这张单子来讲真的是零分 我都不知道往哪儿加 我特别想往你加 没有啊 自己被网友说的也挺惨的 说就急急扎扎的 我什么都不会 我非常的吵 非常的闹 但可能我自己生活当中 其实我私下里跟朋友在一起的状态 就是那样 因为我白养多 是的 你太喜欢安静了 了解 你也白养多 是的 我13号 我15号 是的 你几号 你4月啊 当然啊 你也白养多 你跟我很像啊 对 所以我明白那种 你在那种场合下相处的那种方式 就其实是 你很开心你懂吗 你很享受于跟大家在一起的那种快乐 是的 我不能说我为了录一个节目 装一个很安静的一个淑女 没错 我也做不到 没错 对 然后我就被骂得很惨 然后但是我也欣然接受 不过确实在节目里有点闹 对 我觉得其实就是看是怎样一个环境 因为我感觉这一次有点像团建 你知道吗 就是老板在的那种团建 就是你又要放松 对 然后同时又要好好表现一下 去到这之后你就最大的一个挑战困难是什么 应该就是做饭吧 因为我们最开始进去的时候 我们要给客人做饭 其实挺难的 我在第一季的时候也不会做饭 所以我都去负责洗碗刷碗什么 我觉得就是这种经验 会让你之后生活里面可能会去看中一些 所以我还挺享受的 虽然说我们录的时候压力还挺大的 因为你每天要去完成很多的任务 但是你就觉得跟大家相处起来 就真的很愉快 而且我们那几个人完全没有任何的隔阂 非常的合拍 私下里到现在我们也经常去聊天啊什么的 那如果说一定让你对一位成员说一些什么话 比如说说一个感谢的话 或者说说一个遗憾的话 你想对谁说 心有姐吧 下次跟你住一个宿舍的时候 我一定会安静一点 我一定会安静一点 对 我们白羊座声音嗓门大 对不起 我们一定会 嗯 拉低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刚刚说完这个综艺之后 还有一个现在正在拍的 亲爱的自己 对不对 是和 诗诗还有一龙哥 对 是一龙哥 彭冠英 对 搭档感觉如何 就是一起拍戏合作的感觉如何 那真的是 因为我跟你讲这个戏里面有三个诗歌 三个诗歌 这朱一龙 彭冠英是比我大一届 06届北电的 然后我们还有陈伟栋 也是我诗歌 跟他们仨是一个班呢 有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们拍一个大唱片的戏 然后导演在棚里嘛 然后我们都习惯去 因为跟导演关系都很好 我们都喜欢进棚 我进棚 然后先看到我老公 演我老公的彭冠英 我说诗歌 然后他说诗歌门 诗歌门 他说好的 诗歌门好 所以现在给他们发信息的时候 就是诗歌S 叫附属形式 诗歌门好 对 我特别明白 就是学校里面这个 对对对对 不同的学籍之间 一定要有这个尊重 诗歌门好 我觉得我地位太低了 但是和诗诗关系 还很好 马上我还看到你们在机场遇到 然后他把你倾斜抱起来 他真的是师爷 真的 就卡就把你搂在怀里的那种 对就是相处起来非常的 亲信 非常的亲信 我们组就是每天都非常的欢快 对 虽然说我的哭戏很多 但是喊卡的时候 哈哈哈哈 就一些立刻那种 立马转出来 但是戏里面还是要等 期待着后面逐渐地 给大家见面的是什么样子 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进行 第二个环节的互动游戏 这个呢也是送给你的粉丝的福利 如果你完成下面的任务之后 就能够获得芒果TV牛奶盒子送给你的粉丝 甜蜜推销关 作为亲爱的客栈暖心管家 节目组将准备两个装有神秘物品的盲盒 亲子需要根据关键词 对每个盲盒进行一分钟的推销 难度依次增加 究竟亲子能否挑战成功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 来 你先看一眼第一组是什么 第一组是我们是摆到明面上来推销那种 摆到明面上来推销的是吗 好的 你可以举出来 哇 这个味道 香吗 喜欢吗 这是我在2020年强烈给大家推荐的一个 非常治愈性的 可以让你内心觉得甜甜的一样美食 就是这个 要记得 要记得来品尝 太难了 接下来这个一分钟的时间要进行汇广 这个盒子里面是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 真的吗 就是你推销完了之后我们再打开 你平私的感觉来 我们两个月的感觉 一个人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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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好 不一定是在感觉 闻一些感觉 要帮助一个人的感觉 一个人的感觉 要用的 用的 还有什么 穿的 穿的 喝的 喝的 当当当当当当当 老年滋补养生 我又被冤枉 如果说我猜中的话 要来看我的电影《宠爱》 如果我猜不中的话 那你更要来看我的电影《宠爱》 是要送给大家的吗 送给你的 送给我的 太暖心 太适合我了 这个真的很可爱 这个真的是 好可爱 谢谢 这个送给你的 谢谢我们亲爱的节目组 而且我们这一期正好是赶在 今年最后一期播出 所以说有什么新年祝福 也一起给大家送一下 好吧 新年祝福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幸福快乐 最简单的祝福送给大家 也是最真心的 希望大家可以每天开心 然后不要有太多的工作压力 要好好的生活 好的 那我们最后也给大家签一下签名照 我们会通过节目放送给大家 综艺节目周边近在芒果好物 在这里要感谢芒果TV牛奶盒子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那想要获得看心子送给大家的周边福利的话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发二维码 来参与打版互动 为看心子增加甜蜜值 获取更多的节目福利 甜蜜的任务成功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三二一开始 哈喽各位芒果TV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甜蜜的任务 我是主持人小李李瑞瓦 我是小琪 让我们掌声欢迎本期的甜蜜嘉宾 也是第二次来我们节目做客的蔡徐坤坤坤 欢迎 哈喽芒果TV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蔡徐坤 哈喽大家好 哈喽大家好 新年好 我是火箭少女李李李 哈喽大家好 我是白净平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明恩 大家好我是张瑞 大家好我是小琳 大家好我是小琳 大家好我是魏大勋 大家好我是邓伦 大家好我是邓伦 黄明浩 哈喽大家好 我是汪玉博 可以吗 我不要 我不要 我牙不及 你说因为昨天 说到昨天那个 啊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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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傻 天哪 这是你什么 这话我们怕吓唬你们 随时 没人为你爱情 现场就请来了两位的粉丝 来到节目录制现场 来 掌声有请 有请各位 刚才给等了滴麦的什么感受 好紧张 我怕我一手抖就滴错了 伦哥 我叫云莫 我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滴到你手上 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拆开这封信 你只不可以摸在我身上 但我一点也不害怕 你可以让一个人也有什么 与我又活下去的动力 我都不知道 我们确实在 在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会怎么样 但是当在这一刻的时候 你还有一样东西 不关系什么 我对他来讲 就是 我对他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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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点赞 但是其实心里都是满满的 直到你一直在 其实粉丝他都会很 就是会送我礼物 但我其实就鼓励他们说 把这些钱省下来 就是送给那些 更需要帮助的人 然后我觉得很开心是 他们就把话听进去 我觉得这次是非常有意义 谢谢她 每天开开新鲜的身体健康 和自己想做的事情教我什么都好 你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粉丝 么么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